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并不是特别好 主要还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不过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时 宋美龄说了15个字 蒋介石只得立刻取消行动 1927年12月1日这天上海尤为热闹 走近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一对新人结婚 不过看排场就知道 这不是一般人的婚礼 没错 这场婚礼的主角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 总过五年苦苦追求 蒋介石终于报得美人归 更重要的是 从此之后 蒋介石便牢牢掌控了国民党大权 统治中国长达22年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这场世纪婚礼尽管十分热闹 但却少了一个重要的人 他就是宋庆龄 当时宋庆龄对蒋介石的人品极为不满 极力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 但大姐宋大斌看中了蒋介石的政治前途 十分支持宋美龄 最终两人才得以结婚 不过正是因为此 二姐宋庆龄才不愿意出席宋美龄的婚礼 由此也可以看出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反感之深 宋庆龄多次在公开场合 发表抨击蒋介石的言论 弄得蒋介石十分狼狈 毕竟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 身份十分特殊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多次通过中间人劝说宋庆龄 希望他不要再公开反对蒋介石 但都被他拒绝了 蒋介石把宋庆龄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多次于处置而后快 但一方面碍于宋庆龄特殊身份 另外一方面则考虑宋美龄的感受 迟迟没敢动手 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已经全面崩溃 做好了准备撤到台湾的准备 因此的他不再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 一天他把军统局长毛仁凤叫过来 然而递给他一份名单 上面的名字全部是临走之前要除掉的人 蒋介石还可以加上三个人的名字 其中就有宋庆龄 毛仁凤当时以为看错了 故作不明白地问这个人也要 蒋介石不满地说 你毛仁凤何时有了菩萨心肠 毛仁凤不再说话 领命后就出去了 也不知道远在美国的宋美龄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他大为愤怒 立刻通过宋爱龄给蒋介石带话 阿子有什么差错 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仅仅15个字 却质地有声 蒋介石立刻取消了暗杀宋庆龄的行动 还不停地解释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蒋介石作为民国总统 国民党总裁 权力极大 被他杀害人的不计其数 但唯独对宋庆龄毫无办法 这与宋美龄以及宋家 在民国的影响力有着很大关系 今天的历史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您对此文有不同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就给点个赞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是你们记得并不停 打分当然留意 我们记得 earlierлуч练的家园